怎麼這麼老的味道 喂 有披薩吃嗎 是呀 做事也有披薩吃 怎麼了 你自己想多了 關我貴事 什麼事啊 Hi 大家好 我是PDS的第六報道員 Semember Hello 我是Rick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其實這一件是SNS新推出的PlayFilm 其實它的宿舍是PFR系列 跟平常Cardex那款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這款的布料已經變薄了 還有第二件事 全部都是用Naser Cut開孔 有什麼好處 我知道 耐用 沒錯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它不需要再用它旗下的PlayFilm系統 只要你家裏有Moled帶的產品 例如PUFORCE GEAR 或者SNS本身自家推出的Moled帶 都可以自然放進去 就是這樣 其實顏色方面 會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MC色 對了 說回腰帶 其實它是可以調節長短的 沒錯 其實就像現在這個一樣 拔開了它的摩實鐵 是 然後你會看到有兩條橡筋帶 你只要鬆開一條橡筋帶 其實你可以調節長短的了 因為它這個系列 它是會有標準的尺寸 至於現在在我們店鋪購 大多數都是適合到亞洲人的尺寸 如果你說再胖一點的朋友 我們都需要幫你特意再訂 那你能否用到這個 我絕對用不到 那其實OK 其實你也是比較 我的肚子比較脹 但都能穿到 其實很多人都應該能配合到 對 你的腰圍只要不要多過38 其實你都已經可以用不到 這套東西 只不過是你另外 它的尺寸方面 它是有中碼和大碼的 即是大碼都不可以 以為多過38吋左右 對 那如果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 都可以回應我們去 問我們究竟怎樣去配搭 還有其實現在你看到 好像現在我們手上 組好了這一套 它有一個特別小小的功能 就是它這個位置 有一塊碳纖板 其實那塊碳纖板 為什麼我這個沒有碳纖板 因為它包裝裡面 本身是會附送了一個給你的 即是如果我買回來 我要組好才可以像它這樣 沒錯 這個就是已經組好了的版本 組好了的外觀東西 這個就只有一個身體 沒錯 那說回那個碳纖板 旁邊的碳纖板 是 碳纖板的話 其實它本身都已經是用 模擬帶的設計 是 所以你如果有些小刀 例如像玩Cosplay 會放一些膠的小刀 或者Walky Talky 都可以照樣裝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它這個扣 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快插扣 所以它會變相 跟以前的快插扣 要插扣兩個按鈕才可以做到 那你就這樣按回 在前面這個位置 按回去 按一下 按一下 就可以拉出來 就可以拉出來 嗯 對了 還有剛剛你所提及到 就是它調整腰部長度的時候 它旁邊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是有些魔術貼在這裡 可以方便朋友仔 自己去選購一些 有魔術貼的側板 就是例如 好像Full Concept 那個六成六的側板 可以照樣貼板下去 就是不要那麼容易壓得不舒服 壓得那麼不舒服 或者小 好了 去到後面位置 後面位置 跟前面都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用Laser Cut去設計的一個板 是 還有它有個手抽的 這裡 沒錯 它本身已經包在這裡 所以就是 你穿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留意前後的位置 有沒有錯 如果穿錯了就很噁心 但其實它那麼薄 這樣拿起來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很重 沒錯 原本的重量究竟是幾度 原本的重量 其實你預算它是 大概有一磅左右 如果我不計算板的話 我們都大概有一磅 我剛剛說起板 其實有些朋友仔都會問 究竟有什麼板適合它使用 因為 好像現在你手頭上的一件 因為它還沒組裝 是 反轉給大家看看 好 其實它全部都是用一個魔術貼 設計的 它管理整套東西 所以當你要製造的時候 你只要拆開整個魔術貼 它 然後 這個位置 有一個橡筋帶 它這個橡筋帶 就是讓你放上不同的板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訂回來的那個版本 就是ZP版來的 當你只要找在坊間上面 找一些ZP版的防製防彈板 都可以用到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些更輕一點 或者其他的 你可以找到我們PTS 使用ZP版的 去放進去 去使用 嗯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兩款PFR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我們PTS 銀行商的官網 或者IG選購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記得問回阿肥店長 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記得CRS 我們IG Facebook 以及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